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面对的挑战难度仅止于此 这么大幅度的晃动吧 这个太难了 挑战者要操作挖掘机在三分线外进行投篮 不可能吧 位置数太多 砥砺前行 自强不息 挑战不可能 有请主持人 萨贝宁 天行店君子已自强不息 挑战是人类不断前进的动力 挑战也再次让我们审视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梦想的分量 让我们一起再次为生命的极限喝采 锐一前行 借由我定 挑战不可能 由全方位领先七座SUV 长安福特2018款瑞界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海尔智慧家庭 挑战不可能加的新可能赞助播出 挑战不可能 年轻醒着拼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感谢本节目指定饮品 东鹏特饮的大力支持 本节目由黄金珠宝国民品牌金一提供赞助 有喜事选金一 本节目互动奖品 由精选海拔三千米有机清科酿造的 天有德清科酒赞助 打开微信摇一摇 积攒挑战勋章 就有机会获得惊喜大奖 我们要进行的这个挑战项目 它考验的是人的势力的极致的辨识能力 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 李伟伯好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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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赵叔叔好 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叫苏佳琪 今年八岁的来自广西柳州 大家都叫我鹰眼女孩 你的眼睛是视力特别好吗 不是视力特别好 所谓的鹰眼是不是能够辨别出更难的东西 是的 今天小佳琪要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呢 在今天入场的时候 大家是不是都觉得有点奇怪 我们给每位都拍了照片 采集了324位观众的面部肖像 然后我们现在将把这324张面孔 投放到我们的屏幕上 生成照片墙 1584张照片 一块屏幕上 是1584张照片 而另外一面墙 是把这1584张照片 按照同样的位置 重复了一屏 究竟稍后的挑战会如何进行 请听挑战规则 现场两块屏幕墙中 各有1584张 尺寸 背景 摆放位置 全都一样的观众照片 评委将从右屏中 任意选择一张照片 将其面部五官进行合成 合成后的照片 重新放回原来的位置 挑战者需要在10分钟内 通过两块照片墙的对比 找出合成照片 几位挑战成功 挑战者只有一次机会 佳琪 规则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吗 来 请我们的小佳琪 进入挑战位 戴上眼罩和耳机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有请评委 来为佳琪出题 上下左右先选一个区域 对对对 好 OK 再来选择具体的目标 三位评委随即挑选一张照片 和评委董金的照片进行合成 确定了 确定了 现在现场合成 合成后的照片 再次放入1584张照片之中的原位 这哪看得见 我们先近一点 走那么近 我觉得很难看 因为分辨率的关系 很多人的眼睛 那眼珠子都糊掉了 对不对 我刚刚就说 我那个大小都已经看成多见了 你看你看这个 这个眼睛 有一个眼睛都已经完全就糊掉了 你看这个 眼珠完全它已经变形了 你要这样看 这个是非常困难 是有特殊的训练 我们一般人做不到的 接下来我们还会有干扰信息出现 你们还有一个处理法是吧 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究竟什么叫屏幕干扰 请程序员开始 他每次只出现一个小横条 所以就非常难了 而且是放在一个 八岁小女孩的这么一个身上 就完成这个挑战 那这个难度就应该说 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他就这样一直跑动 对 十分钟的时间 他必须要在每一行 0.417秒的时间里 去进行辨认 这个我们的光驱 一直在不停地滚动 所以0.417秒 其实他真正面孔完整出现的时间 比这个还要短 一边一千五百多张 那一边也是一千五百多张的照片 在不停地在动 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有请挑战助理 为我们的挑战者摘下耳机和眼罩 掌声有请小佳琪 再次回到挑战区 请小佳琪 进入挑战位 十分钟计时开始 我宣布挑战开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是上下扫描的 按道理对我们的眼睛应该是旋转的会好一些 而且还是动态的 的确是有一些难度 什么都看不到 他的眼睛是 我特别想看他的眼睛是 但他没有 他什么样子 他就是 他根本就没有像我想的那样会 两边比 我们的左眼是在右边的神经 右眼是左边的神经 他的交叉眼同时看的时候 左边到右边的神经 能够集中到一个点 所以我们一般人 那就非常非常困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到达一个时间 眼睛就会特别的疲倦 我是搓手的时候 意思就是把眼睛放松 让他不要那么累 累的话就会很快 就会被模糊了 五官就会看不清楚 就很难找得到 眼睛有点累了 1584张的照片数量 加上仅有0.47秒的流动遮拦干扰 已经让挑战变得很困难了 而交叉用眼会加速眼睛的疲劳 更是加大了挑战的困难 仅仅观察了一分钟 挑战者就已经需要稍作休息 他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挑战吗 小朋友正在这个恢复疲劳 我找了 我已经找到了 他用了1分50秒 你确定吗 确定 开始选择 他现在在选择的过程中 已经没有办法再进行比对了 因为我们把左屏的照片 已经给遮挡住 好 现在小佳琪找到了右屏当中的 这个目标照片 同样的位置 是圈定在了左屏的 这个黄色的圆圈里 我们接下来进入验证环节 请亮起左屏图片 挑战成功 太不可思议了 我本来以为这会是一个相对比较漫长的挑战 结果没想到1分50秒 你是怎么找出来的呢 就是我用交叉眼把那两幅图拼成一幅图 然后它错误的地方我就会闪出来 他说的交叉眼 3D眼 对 对 就有的时候我们会 比如说印一幅3D图画 你只要用对了方法 你是能从平面上看出3D立体图像的 我就是用斗鸡眼 你把眼珠稍微靠近一点 就会看到那个3D 反正每个人有不一样的方法 有的人能看见 有的人就死活看不见 我妈妈就是 她知道怎么用什么方法能看到 但是她就是做不到 就是看不到 像我们普通那种找茬 也是可以用这种方法来的 你是在小时候自己打游戏的时候 发现自己有这项特长和技能吗 我不打游戏的 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这样的本事呢 就是我小时候特别好动 妈妈想培养我的专注力 就送我到一个兴趣班 那也有老师培养我了专注力啊 很多的能力 就是今年的1月份 他们给我设定的就是这种色块找不同 当时我还不知道 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找不同 然后老师就告诉我 可以让我尝试一下 当时我只能看到1000多块 后面就一个多星期的努力训练后 就达到了几万块 我现在能比我的老师厉害了 那你在经过了这个专注力的训练之后 对你自己的学习上有帮助吗 学习的时候 你一定要专注不满眼走神了 听着听着就想到别的去了 现在不会听着听着想到别的地方去了 不会啊 今天佳琪她这个挑战虽然说看上去好像很简单啊 1分50秒 你就完成了 其实想想真的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到的 起码在这个年龄 很少有孩子能够做到这一点 它是让我们突破了我们对视觉能力的认知的一个极限了 对于佳琪能否进入荣誉殿堂 我的回答是 能 能 恭喜你 谢谢 有请佳琪走入今天的荣誉殿堂 佳琪假以时日 继续保持你的好奇心 你的探索心 你的进取心 同时不要忘记你未来的梦想 我们真的期待有一天你可以用你的能力 为社会 为国家 甚至为人类 做出更大的贡献 接下来这个挑战项目 道具已经在我们的台上了 它是一个有三个方向的翘翘板 那么究竟会由谁来完成呢 掌声请出我们下一个项目的挑战者出场 大家好 我叫沈阳一 今年16岁 是一名学生 在我旁边的是我的爸爸妈妈 大家好 我叫中荣芳 48岁 是一名家庭主妇 我叫沈志鹏 今年49岁 谢谢 中荣芳大姐我们熟悉的 最开始在出彩中国人节目当中 中荣芳大姐挑战一个平衡术 当时震惊了全场 那你们今天是一家子要玩平衡术吗 是的 挑战一个更高难度的 有请挑战助理为我们上道具 仍然还是熟悉的棕榈芝 但是他们三位 今天面对的挑战难度 仅止于此吗 你们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装置上 有三个台子 来 挑战助理 为我们揭示 挑战的终极难度 三 二 一 揭晓最终难度 对 在我们的三个翘翘板的顶端 我们放置了三台卡萨蒂双子云霜洗衣机 让它运转起来 在转了 现在这个非常清楚 对 洗衣机已经开始运动了 一个这么大的翘翘板 上面再放三台洗衣机 这看起来阵仗没有震撼力 请听挑战规则 在4米高的Y字形的翘翘板的顶端 各放置一个转动的卡萨蒂双子云霜洗衣机 三位挑战者 从支点出发 在保持翘翘板平衡的同时 分别搭建15根棕櫚液的平衡系统 并且要将各自的棕櫚液平衡系统 放置在转动的洗衣机上 全部放好之后 我们开始计时 整个系统保持10秒钟 平衡 极为挑战成功 这又是巨大的翘翘板 三台洗衣机 然后还要在上面搭建棕櫚枝 上面又有很多的震动 我觉得这个常人手难 棕櫚液羽毛平衡的吉尼斯世界记录 是由日本的平衡大师志田美代子 创造的是13根 但今天三位要挑战的是15根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即将开始 我们的挑战 莎老师等一下 我今天要给我自己增加一个难度 他们俩是15根棕櫚液和羽毛 我是在15根棕櫚液的基础上 增加两根竹签和萝卜 您在他俩之上再增加一个难度 对 她这个挑战是挑战了极限 钟妈妈突然提出增加的挑战难度 是在自己搭建棕櫚液系统的最前端 用两根牙签来做支撑配置 这将使她的挑战难度倍增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挑战者 进行挑战之前的准备工作 让我们掌声祝他们好运 可以开始准备 挑战者还要穿上安全防护装置 三个人在翘翘板上 同时进行棕櫚支平衡 只有三人全部完成 才算挑战成功 任何一个人的失误 都会导致挑战失败 他们能够密切配合 挑战成功吗 九三老师 我们准备好了 好 挑战者已经做好了挑战准备 接下来挑战 正式开始 好 那我们现在先准备平衡 小钟往边上走一步 好的 我怎么觉得那么悬呢 儿子边上走一步 好 我们现在先感受一下这个事 父亲现在往后退了这么多 但他那边仍然 刚登上翘翘板 三口人就遇到了第一个困难 他们首先要把翘翘板达成平衡 因为翘翘板的平衡是之后整个平衡系统搭建的基础 如果翘翘板不能平衡 挑战将无法继续进行 稳住 稳住 这么大幅度的晃动啊 来儿子往中间走 儿子往中间走 太难了 他因为是三个人要考虑 各自的平衡 各自的平衡 哇 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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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超级担心 我希望他们会成功 Y型翘翘板的不稳定性 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 再加上三个人体重各不相同 这更增加了平衡的难度 挑战者们能否调节自身平衡 并通过相互之间的完美配合 最终使翘翘板达到平衡呢 小心小心小心 太难了 注意平衡 只要不掉落下来 人不掉落下来都没问题 好 好 准备啊 来儿子 小钟别动 小钟往前 小钟慢慢 对对对 往后退 往前走了 往前走了 慢慢往前走了 错了 错了 他们家人 基本上通过爸爸的 他们的体会平衡 最大的困难 其实就是找这个平衡点上 就是花费了很多体力 所以对后面的比赛 就有一定的影响 小钟往边上走半步 中间 错了 快点 儿子中间 儿子中间 好 不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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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来 不着急 不着急 我先放一下 手有点麻了 就还没开始平衡一头的汗 基本上稳定了以后 他们才开始 能够静止下来 感觉一下 哪一个位置舒服 可能还要推一点点 那同时两个人 往边上 半步走 走 走多少 走 半步走 好 此方画出来了 半步 半步 好 差不多了 我觉得 差不多了 差不多 基本上已经进入稳定状态 好 可以开始了 开始了 对 可以开始了 那我现在蹲下去了 对 可以啊 可以开始了 好 现在 他们两个蹲下的话 他们就不能动了 这个时候 我先不能蹲下 我一蹲下有可能 现在母子二人开始搭建 而这个时候 为了保持平衡 父亲还站着 因为他们三个同时蹲下 他觉得可能会有问题 所以这就是一个 相互之间的配合 和节奏的掌握 我们看到母亲开始 在牙签上搭建羽毛的平衡 在摇晃 稳住 稳住 我在调的 我在调 父亲又往后调了小半步 这样看起来 似乎更平衡了 因为羽毛在牙签肩上 只有一个点的平衡 轻微的摇晃 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父亲要尽量保持 整个翘翘板的平衡 给母亲的搭建 创造一个平稳的环境 是你在调是吧 我在调 我在调 你没事 他在调 不用管 父亲一直在做着细微的调整 调整着整个翘翘板的平衡 挑战者中荣方给自己增加了难度 在牙签上平衡 我们都知道 接触面积越大 越容易平衡 而在牙签的肩上 只有一个点的接触 一旦晃动幅度稍大 就可能会掉落 增加了两根牙签 让平衡的难度倍增 我需要动吗 你暂时不动 暂时不动 暂时不动 儿子站起来了 应该没问题 待会儿儿子可能你 待会儿准备 有可能会后退 你妈妈有点往下沉 那位 你先搭完 要不要我站起来 没事 没事 你慢慢搭 没事 这个太难了 我们两个都起来了 应该没事 暂时 这不是一个单一系统 这是 李博士 这应该叫复杂系统 是吧 他们这个叫一个复杂系统 复杂 分好几个系统 每个系统 还有他自己的事 然后还得相互配合 太多了因素 破坏平衡的因素太多 现在母亲已经把牙签搭建完了 儿子也准备搭第二根棕榈枝了 别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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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起来了啊 你们小心一点啊 好了 儿子不着急 先动动脚 你不要太累 我是怎么 我是要往后退 不动是吧 随便 随便你不动的 不动 原地是吧 不动不动 我们就是帮你调的 现在是不动的 对 他爸爸在后边指挥 太太跟他的儿子 所以三个人配合得很好 这个代表一个团结就是力量 儿子往中间半步 一点点 一点点 慢一点 慢点啊 那我在想的是 如果他俩都搭完了 您怎么办 您还没开始搭呢 我稍微等一下 但您如果要在搭的过程中 他们俩就得一直举着等你 这个也是会耗费体力啊 是 是有一点点 所以这个它是需要配合的 我要计算到差不多的时间 对 没事不着急 在Y形翘翘板上的每一分钟 都是对挑战者体能 和心理的双重巨大挑战 棕榈叶平衡系统的搭建 还进行不到一半 三位挑战者就已经汗流浃背了 他们能挑战成功吗 这个太考验体力了 我觉得 这完全就是一个体力的挑战 上面有点缺氧了应该可能 我开始拉了 开始搭嘛 看到妻子和儿子搭建进行顺利 爸爸终于也开始了搭建 三位挑战者中 爸爸承担了巨大的压力 他在进行棕榈支搭建的时候 还要密集关注 妻子和儿子的情况 根据他们的变化 随时调整自己的重心 来维持整个系统的平衡 中文方大姐已经达到第十根了 现在是第十一根 三个人 每个人的姿势 位置 他每一动 就会影响到其他两个 所以这个困难非常大 这个挑战一旦开始了 他们就没有机会休息 因为中间你手里 永远得拿着这个 顶多换一只手 短暂的喘口气 这个真难 他应该是三个人要考虑 各自的平衡 儿子快点了 等一下我恢复 小心 失衡 我真的有点绝望了 你知道吗 终于夜平衡系统 即将搭建完成之时 翘翘板的突然失衡 让三位挑战者 瞬间压力倍增 长时间紧张的挑战 让挑战者们的体能 也随之消耗殆尽 他们时刻承受着 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力 面对最后一根棕櫚叶 他们能成功完成搭建吗 我感觉我这边在往下 你们俩都不动 我再调 好 好 漂亮 好 小东往边上扳步 往洗衣机是吧 对 扳步 OK 好 走了 再走扳步 好 好 儿子扳步 好像我这边有点低 没事 没事 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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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好 儿子开始搭建 最后一根 好的 我开始了 对 搭了最后一根 这体能就不能 休息了 坚持就是胜利 就只能坚持了 坚持 快了 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退路了 必须坚持 爸爸和妈妈 最后一根都已经搭上了 现在儿子也开始搭建 最后一根 没有 没有 不是 好 我们同时 好 爸爸的还剩最后一根 然后在搭建的同时 儿子开始旋转 好 儿子开始旋转 小钟慢一点 小钟慢一点 好 小钟节省体力 不要过去 你们等我一下 好好 等你 等你 不着急 不着急 很平稳 小心你那个旁边的洗衣机 你的系统不要碰到了洗衣机 在挑战者转身的过程中 因为脚步的移动 导致整个方向上的重心产生变化 此时如果配合不好 就有可能导致整个平衡系统的崩塌 挑战失败 他们要调整自己的身体朝向洗衣机的方向 好了 你们俩都放松了 放松 调整好了吗 儿子调整好了吗 好了 听我口令啊 准备颁步走号 准备 好 现在 小钟 搬步走 好 搬步走了 小钟 搬步走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我再调整一下 那儿子要准备搬步走了 好 儿子搬步走 小钟 搬步走 好 好 两个人同时 搬步走 一 二 三 走 好 儿子搬步走 儿子搬步走 小钟 搬步走 好 再 儿子搬步走 等 等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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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肉快不行了 换个姿势 加油 加油 这样算了 洗手 还不够 小钟 搬步走 快一点 好 别着急 别着急 好 两个人同时搬步走 好 好 儿子慢慢放 你们能放就开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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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尽可能站边上一点点 小钟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出现任何的失误 否则前功尽弃就太可惜了 儿子放好了吗 放好了 我也放好了 好像摇晃得很厉害 小钟 推 快一点 推 推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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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 怎样找到中间的平衡 才能让整个系统 在旋载的洗衣机上 不会因为震动而帮他 更是对三口人 最后一关的极致考验 都已经搭完了 如果在那个放置的过程中 出现一个小意外 我觉得可惜了 好像摇晃得很厉害 小钟 推 快一点 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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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推 好 OK 不动 站住 不动 两个都站住 不动 好 现在我们的规则 只有当最后一个人的平衡系统 放在洗衣机上 我们开始倒计时十秒 十秒之后 平衡不被打破 才算挑战成功 所以我们现在等待父亲 最后把他的平衡系统 放上洗衣机 放好了之后 请您告诉我一声 我们就开始倒计时 老婆和儿子的棕榈枝系统 放在了洗衣机上之后 他们就没有办法再去维护了 剩下的压力 全都在爸爸的身上 他不但要小心翼翼地 把自己的棕榈枝平衡系统 放到洗衣机上 而且还要维持好 整个翘翘板的平衡系统 在这个时候 稍有疏忽 都会导致整个挑战失败 离胜利就差一步 离胜利就差一步 好的 好的 开始倒计时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挑战成功 五 五 六 六 五 五 十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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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五 五 五 六 五 五 五 以及相互之间彼此的信任 再次祝贺你们挑战成功 我觉得这个妈妈也挺了不起的 就她一个人的兴趣 可以带动全家人参与 这个得花时间的 对 当时儿子看到了 就是日本的一个舞蹈家 叫志田美呆子 他练的那个宗里的那个平衡 觉得很棒 所以当时我就为了鼓励儿子 也想跟儿子做一个榜样 然后努力地我就把这个练成了 你跟他是有什么约定吗 你说如果我练成了 你就怎么样 对 我就跟儿子说 我说妈妈也行 如果我练成了的话 你就要更加努力 你也让妈妈知道骄傲 然后他就练成了 也让我觉得骄傲 其实男生到了这个年龄 进入青春期了嘛 很少有男同学说 愿意跟着爸爸妈妈 一起来做一件事情 而且还练这么难的事 花很多的时间 要跟爸爸妈妈一起练 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觉得你学会了什么呢 我觉得像挑战这个项目 最重要的就是要默契和配合 齐心齐力就能成功 所以我觉得我们家 最好的就是这一点吧 对 儿子说得很对 就是每个人眼里有彼此 比如我在走的时候 然后要照顾到 他们俩的感受 然后才能完成 三个人的平衡 这个在家里也是一样 我们生活中也是一样 这个也算我们家里的平衡之道 你们家的一种家风啊 那你们用这样的一种平衡的相处之道 走过了什么样的一条路呢 就是在儿子四岁的时候 我们开了一个小的照相馆 刚刚起步 生意又不怎么好 然后每天要出去做宣传 正在那个时候来 老公的爸爸 我们的老父亲 当时查出得了肺癌 那个时候非常的艰难 确实那段时间就是说 这个真的有点失衡的感觉吧 就是那段时间太累了 然后老公也累出病了 有一次他特别地严重 就是痛痛地在地上滚 都说不愿意去医院检查 当时我们因为资金很缺嘛 就是有时候我为了十块钱的证件照 都要出去 所以老公就尽量节约钱 可能每个家庭都会有风风雨 反正我们还是走出来了 我觉得人生 无论再怎么苦再怎么烂 一定要怀抱梦想 再苦我们家庭也要相互支撑 相互陪伴 这样的话我觉得 困难迟早会过去的 美好的明天一定会到来 一定要坚持 其实我觉得像今天这个挑战项目 比他们这个项目 更打动我们的 可能是整个家庭的关系 因为每一个社会都是如此 只有每一个家庭稳定了 这个社会才可能稳定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 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 很少有一个民族 像中华民族这样 家庭的含义会如此的丰富和深厚 你们今天这个表演很有趣 你看这个棕櫚 每两只棕櫚搭建在一起 像不像一个汉字的大写的人 人和人之间 家庭成员之间 只有懂得了相互支撑 相互陪伴 彼此包容 才能够有一个稳定和谐的家庭 谢谢你们通过这样一个节目 传递了这样一种理念 让我们能够从你们的身上获得启发 所以对于你们能否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 我的回答是能 谢谢冷清老师 刚才董卿讲得非常好 给我想讲的通通讲出来 跟我想的一模一样 但是我还有一个更深的感触 因为我从小没父亲 妈妈抚养了我们十三个子 能够平衡这个生活 人的一生不会一直平坦的 有高有低 你们在痛苦的时候 没有忘记梦想 很多人以为我非常成功 世界上有名的行政专家 三个月前 我太太走了 我太太走了 整个的生活 就失去了平衡 今天你们给我一个很大的 那是要很快的再找到一个平衡点 我一个女儿 我一个女儿 一个儿子 我们三个人也会很快找到平衡点 所以我一定难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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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满足大家的希望 当然是绝对 难了 难了 谢谢 谢谢 我们有请沈志鹏 周荣芳 沈阳一家 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 一双手搭建棕楼业平衡系统 三口人维持一个家庭的平衡 面对生活的磨难和挫折 只有彼此相互支撑 坚持对梦想的独卸追求 才能有战胜一阶的勇气和力量 让我们欢迎 沈志鹏 钟荣芳 沈阳一家 进入荣誉殿堂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下一组挑战者 在第一季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 一位90号的女孩丁旭 驾驶挖掘机 完成了投篮的挑战 今天 她的同事再次来到 挑战不可能的舞台 要向更高难度的挑战 发起冲击 掌声有请 挑战者出场 你好两位 欢迎来到挑战不可能 你好你好 大家好 我叫苏苗苗 我是柳公的一名质量工程师 大家好 我叫陶开丽 是柳公的一名客服专员 你们这个公主也需要开挖掘机吗 平时我们是不需要接触到 那个开挖掘机的 看了丁旭参加完这个节目之后呢 特别感兴趣 所以我们两个就自发地 组织了一个女子操作手队吧 就去跟着丁旭去学习 那丁旭怎么没有来呢 丁旭他的工作有一些特殊的安排 所以他今天没人到场 我们平常还有正常的本职工作嘛 就是业余或者周六周天 然后抽时间去练习一下 所以他们的练习时间并不长 但是他们今天要面对的挑战的规则 不比丁旭当年要轻松 甚至说更为严苛 挑战规则 挑战者要操作挖掘机 在三分线外进行投篮 两人交替投球 每人各投十个球 十个球进五个 才算挑战成功 只有一次挑战机会 两位挑战者中 进球数多的人获胜 这个操纵难度非常之大 两位今天是否有信心 能够完成我们 百分之五十命中率的挑战呢 有 好 有请两位进入挑战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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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个项目 因为他的位置数太多 不是向人投篮 他是用机器 所以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挑战 距离是叫之前的 那个距离是远了 由于距离的拉远 抖杆在甩的过程中的 这个振动浮动 是要比之前的大 误差就会比之前的要大很多 两位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宣布挑战开始 首先由陶开丽 开始他的第一球的投篮 大家可以感觉一下他们的难度 我觉得抓球就很难了 现在这个爪子还在轻轻地摇晃 他要赶在这个爪子摇晃到终点的时候 稳稳地将球加起 好 这个难度非常之大 三分球命中率 世界顶尖球员也都达不到50% 所以这个命中率我替他们有点担心 帅 陶开丽开始他的第一球的投篮了 哇 这感觉像大象抓了一个小豌豆 然后要扔到一个杯子里 甩东壁的力度要掌握得很精确 甩少的话 或者是甩多的 那么就可能造成不着框 他要掌握松爪的时间 现在洞壁 摆动之后 球出手 很遗憾 第一球没能投进 选手很难把握这个出球的时间点 因为洞壁一直在摇晃 他们坐在驾驶舱里 有的时候是很难看见球具体的位置 他们必须凭感觉 掌握球出手的那个瞬间 苏淼淼现在开始进行他的第一球投篮 我们的挖球机投不像是人为投三分线 其他的位置 你必须找找你聚中的点投出去 在投篮的过程中 车身本身也会发生非常剧烈的震动 这个震动会导致车的位置 有一些小小的偏移 每投完一球 可能就会产生一点误差 漂亮 苏淼淼第一球命中 现在是陶开丽的第二个球 对方进球了 那么我这边我也不能松懈 我要跟上他的步伐 起码我不能插他太多 陶开丽现在还在进行微调 不用着急出手 对准角度 掌握好时机 把篮球摆成弧状 对于我来说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操作机器的回转 去夹这些球的话 那么这些球夹回来之后 我的对中点又要重新找一次 那么能够找准这个对中点的话 也是比较难的 就是误差都不能超过一毫米之内 松手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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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开丽现在第二球 稳稳地投进了 两个人现在各进一球 陶开丽二中一 来看看苏淼淼这边 苏淼淼已经启动了 前面把握的机会越多 后面的压力就越小 看看苏淼淼这一球的发挥 差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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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陶开丽的第三球 一人两球过后 陶开丽跟苏淼淼各进了一球 但接下来 陶篮并不那么顺利 宋苗苗要投她的第三球了 第四球 漂亮 漂亮 现在是第五球 一半了 漂亮 第六个球 好球 看看苏苗苗这一球的发挥 出手 漂亮 有了 差一点点 很难的 真的太难了 在每人八球投完之后 陶开丽总共投进了四球 而苏苗苗只投进了三球 现在 没人还剩两球的机会了 他们还能挑战成功吗 调整一下调整一下不要着急 陶开丽能否再进一个 从而挑战成功 此刻心态非常重要 还有两个球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平时训练的时候命中率就是十进三个球 出现过十进五 但是这个情况 在我训练了这么久的时间以来只出现过两次 今天这个挑战对于我来说 这个难度系数是非常大的 他在一点一点地抬升动臂 找到他最合适的高度和角度 最后两个球的时候 内心是挺激动的 因为我已经跟胜利很接近了 陶开丽出手了 很遗憾 这一球没能投进 淘开丽只有最后一个机会 苏淼淼还有两球 我们来看看苏淼淼 仍然还在挑战她自己 苏淼淼出手 进了 漂亮 现在淘开丽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能否挑战成功就看这一颗球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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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 把这一根稻草抓紧了 那么才能有赢的机会 压力是相当大的 他要掌握松爪的时间 陶海力出手了 好可惜 就差一点点 淘海力最后一球没能投进 苏苗苗还在尝试他的最后一颗球 我们两个共同来对这个挑战发起冲击的 任何一方的成功都是我们这个项目的成功 所以他没有进球的话 对于我来说压力是很大的 我觉得所有的成功与否的这个概率 都是压在我这边了 对于世界顶级篮球运动员来说 三分球命中率都不到50% 两位操作员用机械臂来投篮 难度可想而知 最后一球的机会 陶海力投篮失误 挑战失败 现在成功的希望 全压在了苏苗苗的身上 他能否顶住压力 投入最后的一球 挑战成功呢 陶海力非常遗憾 已经没有办法再冲顶成功了 但是苏苗苗还在尝试他的最后一颗球 他仍然还没有放弃 继续他的挑战 我们来看看他最后情况如何 能不能够圆满地完成 他自己内心的梦想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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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苏苗苗 苏苗苏苗出手了 出手了 人家 人家 遗憾 掌声送给两位挑战者 还遗憾 两位挑战没能成功 我们只能遗憾地宣布 挑战失败 我们有请两位回到舞台中间 我觉得他们两位 今天已经尽力了 应该为两位姑娘 这种沉着冷静 不懈拼搏的精神咕咕掌 虽然丁绪今天没来 虽然两位今天挑战 也没能成功 但是在最后这个环节 我还想送给两个姑娘 一份我们节目组的一个小礼 来 看一下大屏幕 丁绪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董欣老师 李尚玉老师 你们好 丁绪好 他在擦眼泪 刚才刚切到他的时候 丁绪 你是看哭了是吗 太激动了 太激动了 为什么呀 是为他们也觉得 有点遗憾是吗 对 我觉得能走上 挑战不可能的舞台 我觉得他们应该 给自己鼓掌 真的 我看了你们整个挑战过程 我觉得这次的挑战难度 比我之前大很多 尤其比我第一次挑战的时候 距离拉长了将近两倍 所以你们能取得 今天的成绩真的很好 我在家等你们 欢迎归来 我相信你刚才说到了 这个央视的大舞台 这也许只是 你们站上的其中一个舞台 未来包括像中国的品牌 像柳工这样的大的这种 重型工程机械的品牌 未来会站上世界的舞台 那才是你们真正 要去展示自己的地方 对 他们的挑战 不在我们的挑战 不可能的舞台 或者说不仅仅在这里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 2014年印度西部发生了 一个泥石流造成的一个重灾 当时有一张新闻图片 我想我很难忘记 是中国的工人 开着中国的挖掘机 在救灾的现场 新闻报道有一条 很醒目的标题是 中国工人救出了 22位幸存者 可能这才是 对于他们来讲 才是真正的挑战吧 是我们这些千千万万个 苗苗丁旭开立这样的 中国工人 用他们敢打敢拼的精神 拖起了四个金灿灿的大字 中国制造 谢谢你们 谢谢 也谢谢丁旭 好 谢谢老师 谢谢各位老师 这个舞台随时也在 等待着你们再次回来 人生的挑战是没有终点的 让我们一起加油 未来挑战不可能 这个舞台永远为各位敞开 希望你们还能回来 加油 好 谢谢 加油 加油 拿出手机摇摇参与节目互动 积攒挑战勋章 以大博奖品 等你来拿 在我们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 曾经有过一位盲人的挑战者 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他可以用声音 来打开他生命的窗户 来看见这个世界缤纷的色彩 让我们再次掌声有请 声纳人陈彦 再次回到挑战不可能的舞台 有请 陈彦您好 我在这里 大家好 我是盲人钢琴调律师陈彦 今天我又来到了现场 挑战不可能的现场 欢迎欢迎 陈彦 我是李昌宇博士 李老师好 很熟悉的声音了 好高兴看到你 谢谢 在这里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在这个世界上 不仅仅是他一个人 具备这样的能力 让我们掌声有请 今天陈彦要面对的挑战者 带夫奖尼沙克 来自德国 被誉为天才声纳人 欢迎我们的挑战者 欢迎你 欢迎戴夫 今天我们给两位设置的 也是非常艰难的一次挑战 所以期待着两位 能够顺利通过我们的挑战 让我们掌声 预祝两位挑战能够成功 谢谢 有请我们的挑战助理 将两位挑战者 带上挑战位 两位挑战者已经就位了 那么接下来 请上道具 现在我们场上已经整齐地排放了 十辆长安福特瑞介 除了十辆车之外 我们还有另外十组特殊的挑战助理 要来配合今天的挑战 掌声请他们上场 欢迎你们 这是我们从全国各地挑选了 十个家庭 每个家长手里都抱着一个熊猫玩偶 十个熊猫玩具 现在我们看到全是毛绒玩具 我接下来要有请于成庆评委 您从十个家长当中 随机挑选三个家长 把他们手里的毛绒玩具 换成一个泡沫的熊猫 好 哦 这个材料很显然的 好光滑呀 这就是您要更换的道具 好 我们挑三位嘛 换这个道具 换一个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的表情是凭什么 我要我的毛绒玩具 我不 谁愿意把自己的毛绒玩具换成泡沫的 举手 来了 我看他经常的 还是有愿意的 而且他歪歪的 就是我了 可以吗 好 他犹豫了 他手 好 他说我只是想挠挠头 好嘞 好不好 他的表情好可爱 对 跟他还有点像呢 你看看 谢谢啊 来 这给你 好 现场十个毛绒熊猫里 已经有三个 被于成庆替换成了泡沫熊猫 要搓牌了 对 搓牌 好 为了确保挑战项目的随机性 挑战助理将十把车钥匙 由评委打乱之后 再由十个家庭 各自随机选择一把车钥匙 这个亮了 并坐进对应的车辆内 等待挑战开始 好了 我们现在十个家庭都已经找到了自己对应的车辆 有请我们的挑战助理 摘取耳机 请听挑战规则 现场十辆福特瑞介汽车 车内的十组家庭 小朋友的手中 各抱着一个熊猫玩具 十个熊猫玩具中 有三个被评委 替换成了不同材质的 泡沫熊猫 挑战者将透过车窗 找出再有泡沫熊猫的那三辆车 正确答案多的挑战者 获胜 如果两位挑战者 正确答案的个数是一样的 用时短的那位挑战者 将获胜 两位听清楚我们的挑战规则了吗 听清楚了 干 我觉得这个项目对于我来说 有点不太可能 熊猫放在车里 车里又有别的物体 确实超出了我平时生活当中的 辨别力 难度非常大 材质的材质 材质的材质 是一种最简单的东西 因为一枚材材质 折换成材质 对于他们来讲 今天的挑战确实非常难 为了挑战更加公平 因为两人他们的声波方式不一样 我们将先后进行 谁先谁后 通过我手里的这枚 写有中德两面的硬币来决定 稍后硬币朝上的这一面 将是率先挑战的一方 哇 帅 写有中字的一面朝上 所以将由中国的陈彦 率先面对挑战 请挑战助理 将陈彦带入挑战位 由于车有一定的高度 所以我们为陈彦 也准备了一个挑战用的一个小台阶 陈彦如果准备好了 随时可以开始你的挑战 准备好了 好 陈彦挑战开始 继续开始 在挑战开始的时候 首先我得感知那个台子 如果绊在那儿 难度就更加大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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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太不可思议了 这不可思议啊 他啥道具 什么道具都没有 然后就太不可思议了 在听熊猫的时候 首先我要确定熊猫在哪里 然后再判断吸音程度 那个熊猫 是吸收声音 他的声音会吸进去 哇那这个听力非常 那他听力应该非常好 因为眼睛不好 他听力就好 他听力应该是他 他听力以为他在手中 他听力以为他在手中 他听力应该是怎么办 那就是他 我听力以为他在手中 他听力以为他在手中 我走到三号车的时候 跟二号是一样的 我也不确定它是不是泡沫的 车 人 熊猫 在复杂的空间关系中 还要通过微乎其微的声波反射 来分辨出不同的材质 而抱着熊猫的小朋友 随时还会改变坐姿 这更增加挑战难度 挑战者能凭借敏锐的声纳能力 挑战成功吗 陈彦找完了九辆车 目前用时八分五十秒 快到九分钟了 最后一辆十号车 这个太难了 他这个定位啊 其实用的是世界上最精密的仪器 人体 这个不可思议 他就是靠自己的听觉和感觉 很难去把这个问题想通 或感觉把自己堵进死胡同的感觉 搜索完毕 搜索完毕 好 陈彦用了九分四十五秒搜索完毕 接下来请陈彦回到你的备战区 在你的面前有一排数字 你可以把刚才觉得可疑的车辆的数字 选出来 等你选出数字 我们计时就停止 毛绒熊猫跟泡沫熊猫 真是微乎其微的这种感知 走完十号的时候 我根本就不确定 我到底是否能成功 选择完毕 即时停止 十分零八秒 接下来 Dave将要面对他的挑战 有请我们的挑战助理摘取耳机 好 Dave 请问你 做好准备了吗 对 我准备了 好 接下来我宣布 Dave的挑战 正式开始 有请不吝点赞 谢谢 他好快 他很快 他不发声音了 对 谢谢 谢谢 Dave用了一分钟的时间 完成了两辆车的搜索 Dave现在用了不到四分钟 已经开始搜索第八号车 我想他大概在脑筋里边 有个Norm 就是一个标准 今天又有很多观众在那里 而且车都靠在很近 所以他用过去的标准 量今天也许出了差错 这是第九辆车 Dave现在用的时间 还不到五分钟 最后一辆车 十号 他需要再重新复查一些车 短短六分钟内 Dave已经通过颤舌定位 完成了第一轮的出差 他迅速地开始了第二轮的排差 按照比赛规则 假如准确率相同 用时短者获胜 Dave和陈彦 究竟谁将会挑战成功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已经完成了 好 请Dave跟随我们的挑战助理 回到挑战区 然后从你面前的数字里面 选出你认为 是三个泡沫熊猫的车号 选完数字以后 我们计时停止 好 计时停止 Dave用时 9分38秒完成挑战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开始进行验证 掌声有请 Dave和陈彦 回到挑战区 两位挑战者全部选择完毕 最终 陈彦的挑战用时 一代不长 按照挑战规则 如果两人全都打对 则用时短者获胜 我们首先开始揭晓 用时较长的 陈彦的第一个答案 请挑战助理 揭晓陈彦选择的 第一个号码是 二号 请挑战助理揭晓 Dave的第一个答案 号码是 二号 我们有请二号 车上的家庭 下车 我们来进行现场验证 有请两位 其实我内心也非常紧张 真的有可能 一个也听不出来 这个就是微乎其微的感知 哇 祝贺陈彦和Dave 选对了第一个 二号车 首先我很高兴 我终于靠着 微乎其微的感知 正确了 我也为Dave高兴 接下来 我们接着来看 陈彦的第二个号码 三号车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Dave的第二个号码 三号车 我们有请三号车的家庭 下车 验证答案 我走到三号车的时候 跟二号是一样的 陈彦和Dave 再对一个数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 Dave和陈彦的第三个数字是 陈彦的第三个号码 第三个号码的选择 两位挑战者 两位挑战者出现了分歧 究竟他们会是全都失败 还是其中一人挑战成功呢 无话可说 陈彦找对了全部三个泡沫熊猫 挑战成功 所以我想问一下 Dave 这样一个结果 你有没有想到 我们想对Dave说 我们没有任何人 会质疑他的能力和技术 因为毕竟他在做的事情 是我们常人无法想象 和难以做到的事情 所以非常感谢他 来参与我们的挑战 谢谢 同时也用掌声 感谢我们所有配合 本次挑战的所有的家庭 请大家到台下稍事休息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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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彦今天再一次 用她的本事告诉我们 生命的奥秘 还有太多 可能是我们没有探知的 所以再次把掌声 送给挑战成功的陈彦 我好奇地问一下 在你这个感官里面 毛组玩具跟塑料玩具 传达给你什么样不同的感受 毛组熊猫它比较吸音 它反射回来的波频 或者震动并不是很多 比较小 比较小 小 但是泡沫熊猫呢 反射回来的音比较多 不光是耳朵反射到我的嘴 脖子 包括胳膊 接下来我 这样的时候 这两只手都有感知 我想两个物质 一个是吸收 对 一个是软的 毛的 吸收一些音波 一个是反射 另外一个是reflect 反射一些音波 我问一下 你这一年的生活有什么变化 我学了画油画 哎呀 画油画 你真的都是挑战不可能啊 去年的时候 一位朋友给我读了一个新闻 就是在国外 美国的一个盲人 他靠画画为生 哎呀 我就想 我是不是也挑战一把 于是我找到了台湾画家 李居如老师 他愿意跟我一起挑战一把 他想了好多办法 就像画布打好多格 用那个线绷上 让我知道横平竖直 然后他拿着我的手 在画布上画 但是不能摸呀 第三天 我知道了自己的一个秘密 我可以用嘴吹 画布反射回来的风 反射到我的面部 我就能知道哪里画了 哪里没画 哪里的颜料厚 哪里的颜料薄 您的作品有带来吗 带来了 带来了 我带来了两幅画 哇 我认为树很坚强 风吹一打 它都站在那儿 都不倒 第二呢就是 我觉得 如果每个人 都有一颗爱心 那这个世界就更和谐了 所以我把树 画成了新的形状 很好啊 第二幅画 它是我的一双眼睛 导盲犬 珍妮 今天她也来到了现场 她也来了 对 依妮 珍妮 哎哟 哇 想我了 我上去她会不会认身呢 会不会 她不认身 她看起来很 很亲切 来 妮妮 咱们先穿上 她年纪多大 你练练 她九岁了 九岁 算高龄 可是她看起来 和人类 和人类已经六十多岁了 可是她看起来 精力充沛啊 很有活力 我认识陈彦三年了 三年来 你成熟了很多 是 你运用自己的长处 不断地努力 流了多少汗水 流了多少眼泪 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我们每个人都要向她学习 谢谢李老师 其实我觉得 有一句话比喻的特别好 如果外面刮起了大风 可以吹走任何的东西 但是它刮不走 一只蝴蝶 或者一只会飞的生物 那么我觉得其实 风就好比命运 跟陈彦老师开了个玩笑 让她丧失了感光的一个世界 但是陈彦老师 就好比一只坚强的蝴蝶 在她的生命和她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这种 坚韧不拔的毅力 可能未来 有一天我会离开泳池 那么我希望把这个精神 一直地传承下去 传承给后面的年轻的运动员 也为我们中国的游泳事业 做出更大的贡献 但是在这里还是希望 大家给更多的掌声 给予他们需要帮助 需要关怀的陈彦老师 更多的鼓掌 谢谢 那我想 到了这个时候 我们一致说 陈 恭喜你 谢谢 谢谢各位评委 对我的支持 谢谢 生命的力量 在于坚持不懈 不向困难屈服 陈彦再次用神乎奇迹的人体声纳探测 挑战了不可能 自强自信的陈彦不断打破生命极限 挑战一个又一个的不可能 让我们欢迎陈彦进入荣誉殿堂 再次掌声祝贺陈彦 挑战成功 挑战不可能 节目同名书籍已经正式上线 拿出手机 参与微信摇一摇 就有机会获得 节目同名书籍折扣券 欢迎登陆微博 参与挑战不可能 话题互动 感谢扎克新闻客户端 对本节目的大力 感谢扎克新闻客户端 感谢扎克新闻